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我最近玩藤真的心得 那這一集就是在講藤真的潛能配置要怎麼配 那首先先跟大家講我是這一季才開始玩藤真的 那我本尊藤真大概玩了共有40場 7.50 那我本尊玩的嘗試其實比較少 我其實都是用分身手搓在玩藤真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藤真手搓還是搶太多了 比他的那個換變跳投才不會被自己的方向肩鎖死 我會覺得說用鍵盤玩難度來的高太多了 那天賦的點法我就比較沒辦法教各位怎樣比較省錢 因為我是一口氣點滿才開始玩藤真 因為我認為這角色每一招都非常重 所以沒有所謂的客家點法 那如果大家有客家點法的話也可以自己去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主要要教大家是他的潛能配置 那首先是我自己本尊研究下來的潛能配置 藤真一定要有兩套潛能 一套是拿來打阿牧的 那另外一套是拿來打傳控底的角色 我先介紹打阿牧那一套好了 那這一套是我自己喜歡用的 那看起來很雜是因為我本尊沒有那麼多資源去投資 藤真潛能 因為畢竟藤真潛能要搶 一定要投資同樣的一個潛能配置上 那他的潛能比較特殊 為什麼特殊是因為 黃色我最推薦的是這一顆三分中頭 我建議大家黃色全部帶三分中頭才搶 我覺得一個會玩的藤真一定要打出三分線的威瑟力才夠 你要一邊打出中頭一邊打出三分線敵人才會有壓力 那為什麼會帶這麼窄的原因是因為 我本身還有玩三井或是工藝那些角色 所以我還有三分潛能 那我可以這樣混搭讓自己的潛能不要那麼的受限 也是可以有十的中頭然後跟三十的三分九 那等一下我用另外一個賬號介紹最正確的帶法 那各位這邊小心一點喔 這個三分中頭這顆潛能請大家要小心 不要點成這一顆 我好像另外一個賬號吧 大概點了三四顆這個中頭三分我才發現 幹這兩顆潛能長得一模一樣 那個什麼精準射手跟這一顆全能後衛長得一模一樣 圖完全沒有變超容易點錯 我比較推薦是這顆三分中頭 絕對不要買成這顆是什麼中頭三分 不然你的符文就會跟我一樣砸 藍色的我會建議大家全部帶這個傳控三分是最好的 如果你全部帶三分跟三分中頭的話 中頭是會有一定的量 會有十吧 好像會有十的中頭 那這邊就可以全帶三分 我認為藤真只要十中頭就夠了 其他可以全帶三分給出敵人壓力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傳控三分是最好的帶法 那前面這邊為什麼會帶傳控中頭 是因為 因為我這邊潛能不夠 所以我塞這個三分抗腦 然後來這邊塞中頭 兩邊護底消 讓我的中頭有十 那三分就盡量塞高 大顆潛能的話我 基本上啊 我這樣玩下來很多場之後 我覺得王牌使命必選 王牌使命是藤真一定要拿的 再來是多一點黃武也是必拿的 再來就是搖擺人 搖擺人這一顆就看個人 你如果是我這種彈跳騰的話 這是個我專門打阿牧的套路 我綠色一定帶這個超級主攻打阿牧 啊為什麼打阿牧要帶這個是因為 可能打阿牧會很麻煩一點是在於說 阿牧會擋你的突破 你又沒辦法突破 那你側頭的話也很容易被他蓋下來 這時候你就要做防守 那你防守的時候也會很麻煩 你如果去拼挖球的話 挖球還是會被晃倒 那你如果躲離他的扇形方法 有可能他直接投籃你蓋不到 那更麻煩的是他的騎馬射箭 他的換變騎馬射箭 即便你鍋點對 你也很容易蓋不到 很容易失位 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打阿牧 我就不會帶超級套 我會帶超級主攻 然後再配一個搖擺人 這樣就可以慢跳去蓋阿牧 讓自己可以蓋到阿牧一段 跟狼隊友去補二段 我會覺得說打阿牧不要去帶傳控 真的是完全超不了他的球 這個是我目前打阿牧最好的配置 那另外一個配置就是礦工藤 那礦工藤我會建議 黃色還是一樣帶那顆三分鐘頭 還是一樣帶這個三分鐘的全塞 那藍色也是一樣的 那唯一有變的就是這顆綠色 綠色改成超級跟傳控 那大顆唯一有變化是這個搖擺人 我用另外一個賬號來做介紹 我們現在切換的另外一個畫面給大家看 這是我專門在玩藤真的賬號 那這個賬號我基本上全部都搜出 我沒有在用電腦玩過 這個賬號的潛能就比較完善 因為這是我乾爹就是不想玩之後 過戶給我的賬號 他沒有要玩之後就把這個賬號給我 那基本上彈跳藤我就不注意到剛好介紹過了 那我們來介紹這套挖晃藤吧 基本上這個賬號也是受害者之一 什麼是受害者之一就是呢 我有點成這一顆了 中頭三分 請各位在點藤真的潛能的時候 小心這個 真的小心 不然會跟我一樣點錯很多顆 我好像點了不知道幾顆吧 三顆吧很輕 我建議大家全部帶這個就好了 帶這個三分 三分鐘頭就好了 絕對不要去點錯 絕對不要去點錯 真的長得很像 三分鐘頭夠多後 藍色全部在這個傳控三分 那唯一的超級套變化就是這一顆 藍路虎 我覺得藍路虎超級適合藤真 你如果要當挖礦藤真的話 尤其這一版的藤真 大家都知道這一版的超級很奇怪 以前的超級可能就是 隊友在互傳的時候 你一直按傳球線 是沒有辦法在中途超到球的 但這版很奇怪 你接到球後 你甚至連傳球線都沒辦法按 你的球就會被挖走了 那就是為什麼這一版超級套這麼厲害 那我目前藤真玩這麼多場下來 我認為 如果對到 如果對到我們的三井的話 我會帶彈跳藤 我不會帶超級疼 我會帶彈跳藤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 三井如果不帶 不帶彈跳藤 其實有點難蓋到 有時候會失算 我就會把他 把多一點荒褲直接拔掉 變投籃封鎖跟搖擺 會比較好打三井 那阿牧的話 我也會比較推薦 這樣帶會是最好的 那這個投籃封鎖 可以一能而已 可以換成 如果你要那一場真的缺進攻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帶多一點荒褲比較多 那如果不缺進攻的話 我會比較選擇 就是投籃封鎖去封鎖阿牧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我目前玩藤真下來 這個賬號基本上全部都手搓 開機到現在 總共玩了 玩了78場 大概勝率 全部都是單排 勝率大概趨近於60% 跟本真其實差不多 那我會覺得說 藤真手搓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要練藤真的話 還是手搓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個人 目前打下來 藤真最強的陣容就是 目前我覺得打下來 我覺得配隱仙跟極流 是目前我覺得最好搭的陣容 隱仙跟極流超級好搭藤真 因為藤真可以把一個人給拉走 那就會造成 我們的極仙跟我們的極流 是很好做一對一打點的 那如果敵人 防守強邊是我們的極仙極流方的話 那我們藤真就可以自己做打點 所以我也覺得說 藤真配這兩隻是最強的 那還有哪些角色可以配 我會覺得說配平陰還有長谷山都是個不錯的選擇 這樣子都是可以讓藤真很好發揮的角色 那我會覺得說 藤真有一個造門就是阿牧跟工程 那阿牧可以用盤跳套來去解決阿牧的難題 就是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我現在打下來有個問題就是打工程 工程我覺得有點康特藤真 我不知道是這版的關係還怎樣 之前我不知道 因為我從這幾台開始玩藤真了 我會覺得說這版的藤真 在假投真傳的時候 超級容易被工程直接挖走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角色可以這麼的噁心 超級噁心的工程兩天 這版的超級套工程我認為是完全康特藤真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對方有工程的話 我基本上是不太玩藤真 原因是因為他速度很快 你後仰他一定可以用超級勉強干擾到你 那藤真基本上沒空位就很難去進球 所以我會覺得工程是幾乎玩康藤真的 而且你假投真傳又很容易被他抄走 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解說的 潛能兩套怎麼帶的部分 那我潛能比較雜實 因為我目前投資的潛能還不夠多 整體來講就跟我剛剛介紹的一樣 就是帶這顆三分鐘頭 那三分鐘頭帶完之後就是 帶我們的三分傳控 然後看你要抄得到還彈掉好 綠色就是要嘛超級要嘛彈掉 那大顆的話超級就是藍魯魯 非超級呢就是帶另外一顆 老百人然後當作防守進攻中途手段 他就是我今天要教給大家的 藤真潛能配戴方法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 好可憐 MING PAO CANADA